買一台新車 那不知道現在在買車上 有沒有什麼險種 是需要考慮到的 或是什麼意外的狀況需要考慮 第一個就是我們自己車子的保障 那第二個就是對別人的保障 那第三個就是開這台車 或是坐在這個車子裡面人的保障 楊先生要幫愛車做好全面防護 除了駕駛人安全還有意外事故 甚至因為近期極端氣候的影響之下 容易出現暴雨淹水 得先未雨綢繆 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客戶 再添購這個天災洪水相關的保險 因為現在其實台灣積水的地方越來越多 那也透過這些保險 他可以把這一塊的風險 把它降到最低 在意的就是個人的保障增加 那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車確實維修起來都比較貴 那不只購車貴 買車貴 然後保養也貴 不只因為不少進口車 總價提升要多一層保障 還有隨著電動車成長 車險的投保內容也越來越多元 所以其實國人在擁有電動車的時候 他也會相對應的去看看有沒有相對應 其他可以購買的東西 那因此在整體的保費也是因為 客戶他保障想要增加 增加下當然會增加一點點的保費 因今年的車市銷售數字非常好 所以來詢問車險的人呢 也是每個月都有成長 而產險業前七個月的簽單保費呢 有達到了1600多億元 比去年同期成長了11.4% 而其中就是以車險意外險航空險成長最多 根據數據統計 今年七月台灣新車銷售4.5萬輛 比去年同期成長將近7.8% 前七個月有超過27.8萬輛新車領牌 比去年同期成長0.3% 再加上進口車保費比較高 第三責任險費率也持續提升 今年來說產險的各項保費 尤其是在商業型的保費 包含工程險 包含火險 包含水險 保費是因為因應了 國外再保險的再保費成長 台灣的保費也成長 就是它反映它的成本 所以導致它的保費 同樣的投保的人 他可能要付出多了20% 多了30%的這個保費 所以它的這個保費成長也很顯著 是因為保障漲價的一個原因 那現在據我們自己看起來 這個保費成長趨勢是不會停 除了車險之外 航空險 企業火險 工程險 也都是整體產險業增加的助力之一 尤其企業火險的成長狀況 就能夠看出台灣經濟是否穩定 而台灣半導體科技業 廠房內的各種意外災害 都得透過保險來保障企業風險 所謂商業火險可能就是 包含它的建築 工程 那大概最主要的漲的力道 事實上也是大部分都是在商業的這一段 那企業代表什麼 就台灣的工廠 或者所謂企業公司很好投保 那是代表台灣的經濟是不是穩定 所以我一直喜歡觀察 是火災保險的成長 還上保險的部分的話 或是航空險好了 那這個是主要是機體保險 那我們知道一架飛機價值很高 所以它這個機體保險的金額是很龐大的 那這個對我們航空險的意義當然就有所挹注 從2010年以來整體產險都在逐年上升 不僅是民眾的保險觀念提高 也因為產險成本增加 保費總額也跟著提升 產險公會預估2024年整體產險業 簽單保費可以達到2760億元 甚至明年有望突破3000億 那如果依照過去我的觀察 整個財產保險的成長率來看的話 今年到前半年的成長率跟去年其實差不多 按比例來推算的話 明年3000億是正常化而已啦 就是這個成長是穩定的成長 那只是說在財產的險種很多 所以它富有嚮漲 譬如說我剛剛提到說汽車保險 這個是因為電動車掛牌 尤其我們國產有個品牌 那實際上都是排隊掛牌的 因應AI電動車的發展趨勢 未來也會有更多相關產品的專屬保單 產險市場規模 勢必持續擴張 TVB的新聞 余生和樓君台北 採訪不動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